看看新闻网 张子轩已经和陈鹤提出分手 昨天下午14点17分 知名爆料人再放猛料 为了爱情而坚定 跟各自原配离婚的陈鹤张子轩 已经准备分手了 我说二位 你们是闹哪样啊 小编跟随这几天离婚大戏的上演 情绪已经跌宕起伏到难以自拔 这么快就剧终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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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爆料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单说这是张子轩提出来的 小编就很想呵呵 因为张美眉的话 从来就是很不靠谱啊 在张子轩靠与陈鹤相爱这件事 迅速红遍全宇宙的时候 人家年初录制的纯情小视频 也被万能的网友挖出 越来越长大了 可能比较成熟一点 内敛一点 对 低调一点 没错 就在今年张子轩一边 跟陈鹤公寓密会的时候 人家一边还在心事淡淡说着 我是个简单保守的小女子 再问是否单身 现在可能也是因为工作比较忙吧 就是感情方面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天哪 张子轩同学这是在欺负地球人眼瞎呀 要知道不光婚内出轨成贺 张子轩感情中的男三号 也在近日被网友来了个大曝光 请看张子轩同学的微博小号 头像配图全部都是张子轩 别以为这是哪个忠实粉丝在转发 且开始小号发布照片的时间 可都在张子轩加V大号之前呀 更有同系列内容 更详细的组合照 所以此属名 长博小路蒙蒙大的微博用户 请张子轩本人无误 那么问题来了 好好的一个网络大V 非要弄个小号干嘛呢 因为张子轩同学 还要跟除了正牌老公杨一柳 出北情人陈鹤之外的男人 微博名为迪西爹爹的 第三位男人谈恋爱呀 迪西爹爹这位神秘的第三号男嘉宾 甚至在七月的时候 还用新婚燕耳来形容他和张子轩的关系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 在张子轩还未离婚的情况下做到的 但小编还是想为陈鹤暗暗地抱不平 为了个脚踏三条船的女人 竟然抛弃了相伴十五年的结发妻子 哎 您这真心是爱得够执着呀 此时此刻就连只是跟陈鹤 前妻不小心撞个脸的王思聪 都忍不住发话了 其实我也有张子轩的料 但还是补报了吧 好吧张同学 你也真的是够了 带着你的不限量男朋友们 告别娱乐圈吧 小编是真心不想再看见你了 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 采访张子轩她说感情方面还没有 她可能只是说还没有想好 选择可能比较多 还没有定下来是哪一个 对吧 所以我们看看她下一步 想好了要怎么做吧 它就 printed 我可以做的